二十八 《都市日報》2015年7月15日報章 P48專欄蘇語錄拜蘇文峰揮霍無道輿論式手材 介錯揮霍者,不懂珍惜資源,胡亂花費 好像男的買靚車,女的買靚手袋,在能力以內還好 有的年輕人,連樓都未有,便去買一部靚車去 或花數月工資去買一個靚手袋 這些人最終是失敗的居多,另一種很富有的人 事事算盡,連用在自己身上的錢都不捨得花 手汗,膚直之老死,這兩者在生活上隨處可見 先不要說那些無能力而有互亂花費的人 不者所見,不少有才華的人 運情順遂時,錢財像倒水般湧到門前 令他們覺得賺錢很容易,養成了不重是金錢的個性 有些時事追求完美,有些則每天呼憑喝有 花錢像倒水一樣,這些人很多時都是先使未來錢的 直到一天自己價值大減,後悔也來不及 亦見過一些大富的人,事事根根計較 不止對人,連對自己也一樣,節儉是美得 但論色則不然,既影響人亦影響自己 不懂處理金錢者並非一般人所說的太陽月粒 避恐仰怒,而是雙目無神 懂得處理金錢的亦並非對面看不見避恐 這只是代表論色,被頭髓辱者則更深 逢周三見報,蘇文峰香港著名聲吸風水師 批命快、狠、準見清 新浪微博,敲蘇文峰Peter 閲 primarily聲鼓 eher 說 聲鼻